中共官宣理上福和秦江被免職 一大汗點爆出 爆破經心臟罩停險索命 對北京造成致命傷 中南海有出分招 大國德江移居澳大利亞 資產轉移 外界一直盛傳李上福和秦江出事的消息 日前終於被證實 據美國之音報道 失聯兩個月的中共國防部長李上福 已被免除職務 同時已經被免職的 前外交部長秦江的國務委員職務都被免除 這個消息來自中共官媒央視的報道 央視在星期二的新聞論報當中報道說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他在第六次會議上作出了這兩項免職決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後簽署並發佈 與李上福還有秦江同時並免除職務 還有財政部長劉坤 科技部部長王子剛 接替劉坤和王子剛的 是南佛安和陰和俊 但是報道就沒有提及 有誰接替國防部長一職 李上福最後公開露面是在8月29日 他的失蹤在中國和國際上都引起了廣泛的猜測 中國官方包括國防部和外交部 面對媒體的詢問都三減其口 或者雇左右而言其他 出現了很多非常尷尬的場面 中共央視在報道當中並沒有透露 李上福被免職的原因 坊間盛傳的一種說法是 李上福可能陷入了腐敗醜聞 還有一種說法是 他和中國火箭軍領導層的貪腐窩案有牽連 火箭軍是在習近平上任之後 組建的一支新的兵種 其領導層的組建得到了習近平的高度重視 但今次的窩案當中 火箭軍的司令員、副司令員、參謀長 以及其他重要的高級軍官都深陷其中 全被撤換 之前網上有消息說 李上福和秦剛都曾經是習的親信 受習一手提拔 李、秦被免職 都證實了中共高層內鬥空險、政局多變 已經到了驚濤蟹浪的地步 X帳號《財經真相》都分析指出 李上福、秦剛最終是拖到今天人大會才免職 這兩個前一段時間基本確定了 唯一的亮點是財政部長劉坤 他應該說是金融幫最後的實權派了 同一日人大又特批了一萬億的國債 這個標誌著大亂搞的時代即將開始 據SVR將軍電報頻道10月24日報道 星期日夜晚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住所心臟罩停 欠捨索明 甚至有人計劃為其準備後事 SVR將軍在一個據稱由退休和現役情報官員那裡 獲得有關克里姆林宮活動的機密情報組織 由一名前俄羅斯中將經營 據該頻道報道 莫斯科時間22日晚間9點05分左右 在那裡官邸執勤的特勤人員 聽到總統睡房傳來噪音和跌倒的聲音 兩名特勤人員立即進入睡房 看到普京睡在床邊的地板上昏迷 醫護人員立即對普京進行了心肺復甦術 然後他在官邸內的特殊重症監護室當中恢復了知覺 醫生一再說到普京患有腫瘤和其他疾病 健康情況惡化 這宗心臟罩停的案件震驚了總統核心圈 儘管主治醫生此前已經警告說普京非常糟糕 不太可能活到秋天 在當晚事件傳出之後 幾位和普京關係密切的人通過電話互相聯繫 並於星期一同意初相 如果總統在未來幾日去世的話怎麼辦 普京上星期剛剛參加完中共舉辦的一帶一路峰會 赫格勃和俄羅斯對愛情報前僱員謝爾格·日爾諾夫表示 普京在結束訪問後 在頓河伴羅斯托夫·比爾姆停留 然後才回到索契的住所 普京的健康狀況可能正在惡化 不允許他在空中停留太久 飛黃北京的很可能是真正的普京 而不是他的體身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於10月22日報道說 中共稅務部近期對台資富士康 在廣東江蘇的重點企業 進行依法稅務稽查 除了查是否有偷稅漏稅的情況外 另外資源資源部還對富士康 在河南湖等企業 進行用地情況現場調查 富士康的總部鴻海集團隨後回應此事 稱合法合規是該集團 在全球各地營運的基本原則 集團會積極配合相關單位的調查 但中共政府部門並未正式宣布 對富士康進行審計 第二天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臨時取消在台灣的選舉行程 但卻未回應赴士康大陸公司被查的消息 受中共官方調查損失影響 鴻海旗下在中國A股上市的工業富聯 在23日開盤跌停 郭台銘今年8月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 高調宣布競逐2024台灣總統大位 《環球時報》引述專家的說話說 郭台銘競選可能進一步分裂台灣反對派陣營 最終將有利於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 台灣財經專家王世聰為此分析指出 中共調查富士康當然與台灣選舉有關係 郭台銘已取得參選台灣總統的資格 他的副手賴佩霞為了參選 到10月19日宣布放棄美國籍 黃世聰說中共認為郭台銘的參選等於在保障民進黨賴清德的獲勝 這個顯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局面 他們希望郭台銘能夠跟南營相互整合 或者跟南白營聯合在一起 黃世聰認為中共的行為就是要對外商產生寒蟬效應 你願意跟我中共合作?我很樂觀其成 如果你不願意合作,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對付你 特別是對台商或者外企來說 他們會非常驚恐這類事件發生 連郭台銘和傅克都被調查 還有什麼不查得 台灣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游譚分析說 中共要郭台銘棄選或接受整合安排 例如柯文哲和郭台銘配合 或者是郭台銘和國民黨整合 中共極權專制的本質就是將一切控制在手中 法律只是控制社會及所有企業的工具 它說你違法,你就違法了 你由談清中共民工武嚇 無所不用其極感想干擾台灣總統大選 到想主導台灣人民選舉投票的行為 你由談話 和此前對其美、遠東集團、海霸王集團的打擊不同 今次對紅海的打壓對北京來說是兩難 打壓對於中共要引進外資、引進台資來說 事實上是一種致命傷害 但中共就不理那麼多 總是對國台銘的紅海下重手不可 中南海有出分招 不單令外商禁弱寒 這個會對北京當局造成致命傷害 中國經濟已經非常低迷 可以說是寒霜來臨 中共對國台銘的打壓會令它結凍結兵 是不是寒霜之下會結兵的經濟狀況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首胡號906月10月22日發文說 郭德江夫婦和他們的小子在澳大利亞密爾本 一條富人街上被網友偶遇 由網傳的圖片可以看到 郭德江夫婦身穿便服 他8歲的兒子郭鳳譚二次穿著睡衣 據網傳的消息 郭德江早年就在密爾本購買了豪宅 近年更加頻繁現身澳大利亞 並且在澳大利亞成立德雲社分社 郭德江早在2013年就公開否認移民傳聞 他說只是在澳洲建立了德雲社分社 以及購買了一套價值一千多萬人民幣的豪宅 但自己戶口仍然很天津 這次郭德江都說他們前往密爾本只是巡演 小朋友剛剛好又在暑假期間 因此相本而行 在社交X平台上面 卻有多位網友爆料郭德江已經移民 據了解 網絡爆料的郭德江在澳洲擁有的豪宅 是距於2012年購買 該豪宅不單只有網球場 還有大草地、游泳池等 隨著澳洲的房價持續上漲 現在郭德江這處的豪宅房價 相比起2012年增值了五百多萬 近期大陸又爆發了一波移民搜索潮 短時間內有無數文章和影片都和移民相關 再加上民眾進一步搜索移民的相關訊息 令微信指數短時間突破五億大關 對於這樣的情況 中共當局隨即採取了封殺行動 直接將移民這個關鍵詞由微信指數而除 去到22日如果搜尋移民 就會顯示歌詞暫未收錄 對此很多中國網友紛紛吐槽 當局是演義到零